A.B.C A.B.C 來了! 拍到了! 馬胎古道! 對! 但是RAMBO我們今天要來 大家一起走走的步道 有時間,沒時間早上 攀梯突然有行 沒辦法來 可惜呀! 這條步道是以前我非常 喜歡來的地方 這是我一個人放鬆 走在步道 輕鬆找生物 然後就算沒找到生物 你也可以感受很棒的森林域的地方 完全 因為我們到入口處 我們看到這個牌子 還有這個溪流殘腸生物 有一種果實味 熟了以後 它會開始爛掉 爛掉那個汁會吸引很多草 我們看一下弄不好可以看到的東西 喔 欸 那邊阿姐 哇 太棒了 天啊 太棒了 在這裡 長崖鬼宴 超棒 風氣超好的欸 讓它爬上來 喔喔喔 小心小心 它剛好要去找那個福果汁 哇這隻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哇喔 漂亮 鋼琴好吃喔 鋼琴 鋼琴香不香 我最喜歡聞它的味道 沒有嗎 我好怕它再夾下去 好香喔 我喜歡它的味道 也有可能是它吃的食物的味道 也有可能是它 身體散發的肺肉 嗯 因為每一種 生物它們有互相溝通的方法 還蠻棒的 欸來來來 幫你舒服一下 好懷念喔 好久沒有在野外看的 對啊 喔喔 輕點輕點 痛痛痛 痛痛痛 啊 啊 你聞手幹嘛 因為它跟它咬 咬我一下 夾你 夾你應該不會有味道 好香喔 有點怪怪的 這座橋就是很有那種 詩情畫意的感覺 你知道這整條步道走起來嗎 輕鬆 風景好 看不到太多人工設施 再來就是 身敗非常高 好 有三槍欸 在那邊啊 三槍 三槍 是啊 是啊 所以讓你試試水分 裡面等一下真的看到 來不及拿相機 欸至少我還認得出來是三槍 不是水路 對 漂亮 對不對 它為什麼在這邊設置這個東西 就是跟大家說 有可能會出現 這個環境中是真的有三槍 到傍晚的時候 你偶爾可以聽到三槍 在比較深的地方叫 最主要我們看到這些野生動物的標示 或者是告示牌的時候 就是 提醒我們 在這邊其實也是 野生動物它活動的範圍 我們盡可能的不要這樣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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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這個地條會把這棵 好 太緊張了 這一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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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茄棕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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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係嗎 不要想到茄棕 就想到 茄棕樹 好嗎 這一棵樹呢 在這邊因為它夠大 也漂亮 然後為什麼常常說它是地標 因為這一條馬胎主道 是泰雅圖的馬胎部落 最外的唯一的聯絡道路 哎呦 就是都 往來都是靠這條 所以其實你走到這邊 你就可以感受到 滿滿的原住民的文化 跟那個笨 真的 在這條步道上 什麼都大 欸 蛇 蛇 蛇 那邊啊 有蛇 哪裡啊 那裡啊 蛇 這個 對 這什麼蛇 鑊魚蛇 隔魚蛇 隔魚蛇 隔魚蛇就 隔魚蛇 一下 嚇我什麼真的 隔魚就隔魚 YEX 嚇我一跳 隔魚隔魚那裡就在來騙你 來 這個是ara 這個是台灣原身的一種隔魚 這叫山g sortir 這隻還不是最大 最大可以兩倍球 1t ant 1.5倍卡 這個比你驚頭要高露 對嗎 而且他吸入余 天啊 因為一般在都市街上都小小鈴 就是真正我們在山區 真正的這種沒有破壞的生物裡面的環境 才看得到的山寇魚 這就是大家說的五殼蝸牛 五殼蝸牛 其實牠跟蝸牛是同類 蝸牛在牠演化的路上走出來 一個是帶著殼的 一個是沒有殼的 破魚只是吃森林裡面的落葉虎之質 牠也是森林裡面的青稻夫生物 一路走出來都很輕鬆 輕鬆確義 最重要是什麼 大致然很棒 最重要是現在有一個很棒的涼亭可以休息 這個涼亭真的很 很有日式蹤跡 有日式蹤跡 等一下我們喝喝水休息一下 就再往上面走 好 所以是午休 耶 吊橋咧 哇這個吊橋好特別喔 這就是這邊最有名的班索吊橋 哎呀一條收啊 有 單索吊橋 每次來這邊齁 我都很習慣就是 人少的時候 我就一個人站在吊橋的中間 看那個蝸牛的很讓人過來 而且那種 會有一種身心舒暢跟舒服的感覺 聽說那個霧氣很重 坐這個橋會很厲害 好棒 厲害 又會被陪下一個我們 天啊 睡著 喔 我也是